据韩联社报道朝鲜媒体连日来发表文章 强调朝鲜半岛和平的重要性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《劳动新闻》17号发表文章称 将朝鲜半岛打造成永久和平地带 是开创和平繁荣统一全盛期的根本方略 和平是改善朝韩关系的前提和动力 文章还强调清除战争风险的重要性 并呼吁韩方不要再与外国势力举行联合军演 让战争装备进入韩国境内 今日朝鲜也发文称 建立巩固的和平地带是进一步发展朝韩关系 实现民族和解和平繁荣的先决条件